在赛车跑道上居然出现了一个男人 只见他手持闪电鞭就向前方走去 接着他轮起鞭子 就把一辆赛车给雪成了两截 然后他又是一边 这辆蓝色赛车便被抽到了空中 而这辆车里的驾驶员 竟然就是钢铁侠托尼 随后这个男人又走向赛车 上来就是一顿闪电鞭 就在这个男人挥舞着双边在那吊瑟时 托尼的助理小辣椒及时赶到 将男人撞飞后 就把托尼的手提战甲扔了过来 装备完毕 托尼抬手便发起了攻击 可这时托尼发现 这个男人确实有点本事 此刻托尼的脖子还被鞭子锁了起来 不过托尼反手抓住鞭子 就把他缠在了身上 来到男人身边后 他一个被摔便将男人给放倒在地 然后他又伸手拔掉男人胸前的反应堆 这才终于打败了他 而钢铁侠的这身马克5战甲 也基本已经报废 可当托尼来到监狱 询问男人为什么也会制造能量反应堆时 男人却说这是他父亲教他的 原来这个男人名叫伊万 他的父亲还曾经是钢铁侠父亲霍华德的首相 因为犯了错误 被霍华德给发配到了边疆 所以伊万的出现就是为了报仇而来的 而此时托尼也发现 他胸前反应堆的核心把元素 一直在饧食他的身体 如果找不到可替代品 那托尼的生命也就只剩一年时间了 于是已经看不到希望的托尼 边把公司大权交给了助理小辣椒 而托尼也招聘了一个新的助理 那就是寡姐 这个女人头一天上班 就向托尼展示了一张夺命剪刀酒 到了晚上 失去斗志的托尼不但穿着战甲 在自己的生日会上喝得东脑西歪 并且他还在众人面前 展示了如何穿着战甲上厕所 而此刻他的好友罗迪 再也不想看他这样了 于是他来到托尼家中 穿上马克尔战甲 就要制止托尼的行为 这两个昔日的好友 今天却穿着战甲逗了起来 这两人你一拳我一拳的 对壳了半小时后 结果还是没有分出输赢 于是他们就要来拨手炮对决 可当他们同时开炮后 相互碰撞的强大气流 瞬间就把两人振飞了 罗迪看了一眼托尼 决定还是先把战甲穿走 暂时交给军方 可当他返回基地后 他的这身战甲 却落到了这个叫汉默的野心家手里 这个家伙不但私自 把监狱中被关的一万 收编到了自己的麾下 为他研制新兴战甲 而且他也想把托尼的 史塔克公司搞垮 然后去而代之 而另一边 神盾局的福瑞也找到了托尼 现在托尼也知道了 原来自己身边的助理 竟然也是神盾局的特工 福瑞为了能帮助托尼 还把托尼父亲霍华德 生前留下的一箱子 未来技术交给了他 到了晚上 托尼也从中获得灵感 终于找到了 能够替代他胸前把元素的新元素 于是托尼就又重新振作起来 研制出了新一代的三角反应堆 这时托尼突然接到了 一万打来的电话 电话里说 在40分钟内将会有一场好戏 而托尼这边也锁定了目标的位置 那就是正在举办的科技博览会 于是托尼就立马换上了三角反应堆 在博览会现场 这个汉默在一番特色后 便向大家展示了 海陆空三种类型的机器人战甲 并且还把改造后的马开二号 说成了是他的研究成果 不过这时 钢铁侠一个从次便来到了这里 但此刻 罗迪身上穿的战甲 以及台上的所有机器人 都已经被实验室里的一万给控制了 托尼一看这里人太多 于是就飞向空中 把机器人给引到了外面 在慌乱中 机器人还锁定了一个戴着头盔的小男孩 不过下一秒 托尼就及时赶来 放倒机器人救了小男孩 而另一边 寡姐也从汉默口中问出了一万的所在位置 随后寡姐就冲进大楼 几招下来就解决了这里的守卫 不过当他来到实验室时 发现一万已经逃走了 但寡姐还是解除了罗迪战甲的被控状态 而此时这俩兄弟 也被一群机器人给包围了 并且这些无脑的家伙还越打越多 可当托尼使出一招旋转激光后 这里也终于安静了下来 但不一会儿 就又来了一个巨型的家伙 这个人正是一万 罗迪说 这回给我放大招了 于是他摆好姿势 就把窜天豪给放了出去 一万一瞧 你这连响都没有 还是看我的吧 于是他挥舞着双边 就给两人一顿抽 当他们的脖子都被一万牢牢给锁住时 托尼示意罗迪 便使出了那招能量碰撞 不过就在一万倒地的瞬间 他居然把周围的机器人 都开启了自毁模式 就在爆炸之前 托尼也及时爆起小辣椒 把他给救了 在影片结尾 神盾局的特工扣森 还在野外发现了一个大铁锤 谁能猜出下部影片是啥的 可以把他打在评论区